在男女交往的世界里 有些事情似乎总是那么不言而喻 却又在无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潜规则就像是交往中的隐形手 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决策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惊人的男女交往潜规则 一、优质男人背后的现实考量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男人都是现实的这话说的有些绝对 但也不无道理 在男人的世界里 婚姻往往不仅仅是一场感情的结合 更是一次价值的交换 他们会在选择伴侣时 不自觉地考虑对方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价值 这种价值可能是经济上的 也可能是精神上的 甚至可能是社交圈子上的 这并不是说男人都只看重利益 而是说在男人的思维中 婚姻往往涉及到更多的方面 因此 作为女性 我们也要明白 在寻找伴侣时 不仅要考虑感情因素 还要综合讨论双方的价值匹配度 二 主动与被动的爱情信号 人们常说 爱你的人 一定会主动找你这句话 揭示了一个事实 在男女交往中 主动与被动往往能够反映出 一个人对感情的投入程度 如果一个男人很长时间才联系你 那么很可能你在他心中的地位 并不那么重要 这并不是说 所有不主动的男人都不值得交往 而是说 我们应该学会通过观察对方的行为 来判断他对感情的投入程度 作为女性 也不应该过于依赖对方的主动 而是要学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感情和需求 三 前任的故事 事实非非 最好不要说了 在男女交往中 前任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很多女性误认为 和现任分享与前任的故事 是一种坦诚和信任的表现 事实上 大多数男人都非常介意听到你和前任的故事 尤其是那些相处的细节 这并不是说男人都是小气鬼 而是说 在男人的思维中 前任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和挑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我们应该学会妥善处理与前任的关系 并在与现任交往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 4.彩礼背后的真实考量 要早点说 以免浪费大家的时间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 彩礼是一种象征性的礼物 代表着男方对女方的尊重和重视 在现代社会中 彩礼往往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和期待 很多女性认为 彩礼的多少可以反映出 男方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和家庭的经济实力 因此 在谈恋爱的时候 与对方聊聊彩礼这个话题 就显得尤为重要 尽量早点聊到这个话题 大家能互相接受的才可以继续 通过聊彩礼 我们可以了解对方对婚姻的态度和想法 以及她是否愿意为婚姻 做出一定的牺牲和付出 我们也要明白 彩礼并不是衡量婚姻价值的唯一标准 更重要的是双方的感情基础和相互扶持 5.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们常常说 一个人的朋友圈子 可以反映出他的性格和品质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男女交往中 如果一个男人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品行不良或者价值观不正的人 那么这个男人很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污染 因此 在选择伴侣时 我们应该多关注他的社交圈子和生活环境 看看他是否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社交关系 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对方 还可以为我们未来的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6.金钱与爱情的微妙关系 有人说 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真的爱你 但舍不得给你花钱的男人 大概率都不爱你这句话也揭示了一个事实 在男人的思维中 金钱往往与爱情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这并不是说所有男人都会用金钱来衡量爱情的价值 而是说 在某种程度上 男人愿意为女人花钱的行为 可以反映出他对女人的重视程度和感情投入程度 当然 这并不是说女性应该过分依赖男人的金钱支持 而是要学会理性看待金钱与爱情之间的关系 寻找一个平衡点 我们也要明白 爱情并不是一场游戏或者交易 而是需要双方真诚相待 共同努力的过程 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并尊重彼此的感受和需求时 才能建立起一段健康 稳定的感情关系 不管如何 恋爱可以靠感觉 但如果想结婚 我建议你还是要懂得一些相处的小技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